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现在是在过某一个西部省份 然后现在是在过美国东海岸的时间 你现在在美国是不是 在加拿大 你在加拿大 加拿大哪里 多伦多 多伦多是不是 OK 多伦多网友 OK 好我们很多多伦多的网友 好来 所以这个 等于是现在在 你在加拿大是留学吗 还是工作 我现在在工作 之前是留学 然后后来去了美国交换一段时间 然后又回加拿大来工作 好 来 这位在多伦多的妹子 来 您想说什么今天 首先就是非常感谢杰克 然后这么晚了还在为我们主持频道 然后是在我说之前 也就是在我说之前 我要先就是求生意特别强的 单便强调一下 我尽量做到客观 我尽量做到理智 但是我的立场绝对不中立 我是更偏向就是中国人民的 或者说是更偏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所推行的政治政策 或者制定的制度这方面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就是 我就先狗头保命一下 希望就是各位评论区 留情 不会啦 我这边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support你的比较多啊 应该是这样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关于天主题的话 是围绕这个美军撤军的 就是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嘛 我就觉得因为就纵观这20年的时间 就从美军刚刚踏入伊拉克的 sorry 不是伊拉克 阿富汗的角度 伊拉克也有 不好意思 就从美军美军踏上他们国家的角度 然后的领土 然后对他们的国内的事物 进行一些就是人为的干预的时候 其实已经对这些阿富汗的年轻人来说 对于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 怎么说就改变 不管是他们思想上的改变 还是他们对未来的这个抉择上面的改变 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 而且捷克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了 就是说 有的年轻人呢 他们就可能是选择了去给 去给这个美军当翻译 或者是去给他们做一些就是当地向导啊 或者是甚至间谍类的服务 有的甚至就加入了他们美军的系统 然后有的年轻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加入了他们就是更热 就是他们更宗教性的那一部分 或者说就加入了他们塔利班也好 或者说他们认为正确的那一方 所以我感觉就是如果美国真的要强行的介入一个地区 或者说强行介入一个城市的这个管理系统的话 他要就是在上面实施自己的话语权的话 必然是会对本地的年轻人或者说青年人吧 就是三十五四十岁以下的人 他们造成一个对他们未来的抉择造成很强烈的影响的 而且如果说就放在今天的台湾问题上面来看的话 美国如果真的要介入台湾的问题 而且从就之前咱们就是七一上面领导人的发言 还有就是目前这个情势来看 北京方面是一定会全力阻止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 就他不会让美国就是来继续在这个上面来搅混水 因为已经有香港问题在前面就是作为 还有新疆问题在前面作为这个潜测之间了 所以北京是一定会尽全力来阻止他们来搅混水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的未来也就是非常是值得关注的 而且刚好我觉得杰克的频道是感觉我听了一段时间嘛 我感觉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台湾的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是会来call in或者说会来就发表自己的观点 是来关注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就是目前为止 做一些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选择的 所以我觉得大陆嘛 就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我们是不能够放弃这部分人的 就不管他们未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是要更多的就是为他们做选择 提供一些就是对等的信息 然后让他们也他们也值得从这个正确的渠道 获取一些就是比较可靠的信息 不论是到内地上面来到到内地来上学深造啊 还是工作创业 像刚刚之前call in的网友 他就在北京工作或创业了六年了 其实这方面呢 他都是离不开相关的一些政策支持的 你听得很认真耶 很开心 谢谢谢谢 从头听到尾 因为我等call in等了好久好久了 不好意思 所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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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频道就是有人气的话 当然也是就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好来 然后所以就是我相信已经有非常有大部分的年轻 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就是已经在就是未雨绸缪 或者说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人生规划在做准备了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也就就是比较迷茫 可能会考虑到家人啊朋友啊各方面因素 他们可能还在纠结呀 或者是比较比较想不清楚这个未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那么我就我觉得就是啊怎么说呢就是从我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啊怎么说呢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吧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我从啊这个脚上面来说呢我是比较欢迎啊港澳台的同胞们就是来到中国内地继续工作的或者说继续来学习的最后你可以申请一个本科学位或者是研究生的学位 然后来进行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去促进的一个事情 因为啊从阿富汗的角上面来说呢就是啊我在北美留学的这几年时间之内 我一共只遇到过两个就是两个阿富汗人吧 然后一个呢是我的阿富汗的一个啊当时采来的时候就是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啊不能叫邻居就是一栋公寓里面的楼上楼下 因为我经常会在楼梯里面有看到他带着他的小孩子就上上下下嘛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跟他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他呢是因为就是也是因为就是他可能是之前就已经收就已经对这个未来有一个预判就觉得美军要从阿富汗撤军了 然后呢他之前呢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就像三个之前的这个记者姐姐说的一样 他也是阿富汗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 他是在摩洛哥拿的学位 然后呢回到对然后呢就回到了阿富汗 但是但是他回到阿富汗他选择的阵营呢是亲美的阵营 所以他多多少少是还是跟美国有就是为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焚因为我我不是阿富汗人我也不是美国人 所以我对他的这个个人选择我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主观的评价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既然是为了养家糊口嘛 然后呢他可能是提早就已经觉得就是美方就美军在阿富汗撤军是大势所趋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家庭就一起就提前准备好了签证的一些材料 然后就跑路了 然后他选择的国家呢当时是好像是除了美国之外 就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 这一类的国家就他是可以随便选的 都是无眼联盟的 对就是给了他一些比较丰富的选择吧 他当时还蛮高兴的 然后他当时他说就是就选择就到了这边 但到了这边以后呢他就原地就蒙圈了 因为基本上找不到工作 就是对 他不是高知识分子吗他找不到是不是 因为其实在北美这边工作的这个就业率啊 就是和亚洲比起来或者说和中国大陆比起来不是那么的高的 或者说就是失业率会比中国大陆来说高一点点 就业机会没那么多了 对就业机会没有那么的广泛 尤其是他还是作为一个外来人 就是不能叫外来人 就是他作为一个新移民 那么他要在对他没有本地的工作经验 然后他拿的是这个就是移民 或者说他拿的是难民类的保护类的签 就是政治避难类的签证来的 那么那么他就就很就相当于本地的留学生也好 或者说本地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北美的人也好 就在这边出生的人也好 他是没有太多的优势的 所以呢他在这边 他一开始呢就是政府他来之前 美国政府是跟他就是打保票的 就说哎呀我每个月给你几百几百美金 然后你至少呢你可以就是买grocery啊 然后就是对这些你就是你吃吃饭 吃得了能够温饱 对就你会饿肚子 然后对然后呢还会给你提供那个住房的补贴这些东西 就让你头上有个屋顶 你不会刮风下雨啊 你不会觉得危险 然后但是他来了之后 他才发现要拿到这个美军给的 他这比钱真的是非常之难 然后具体的过程我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就就不展开讲 但是他就因为他有这个加拿大的新移民身份 所以他可以去向加拿大的政府申请一系列的 因为有很多新申请一系列这个补助什么牛奶金啦 就未成年子女的牛奶金啦 然后还有他的妻子是不工作的 所以他就可以申请很多的这个啊叫tax return 就是你报你的那个税 免税的这个政策 对就可以 反正还税啊 对对对你可以就是ask for tax return 你可以把你的交这个税给他 你税务局还到 你不用给税务局交税 你还税务局还到给你税 因为有很多炸炸朋友他们就比较了解嘛 然后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呢 他就就勉勉强强的就是能够活下来 但是他要再做一些比如说把自己的小孩子教育的更好 或者说给自己的妻子提供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的话 他是其实要需要做就是做最技术含量比较低 或门槛比较低的工作的比如是开出租车 然后送外卖这样的工作 然后就和他之前就是他就觉得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哎呀我在摩洛哥受了高等教育 然后呢我对啊我之前在美军里面好像还是一点小偷 学不能自用这样 对他觉得哎我之前可能在在阿富汗的时候呢 我还在美军里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小头头 我可以就对一些我下面管理的人给他们发号施令也好 或者说有一点点话语权在里面 但是来到这边以后呢就没有 就是他就会觉得哎就落差就很大 因为我记得就他自己他虽然是他叛人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共通的 就是人离相见 就是你离开了你自己的那个国家 或者你离开了之前的文化圈以后 他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就变贱了 或者说自己就没有之前那样子就是自信啊 或者是蓬勃向上的那种人生态度 嗯就让他就有一点点就是那样子的感觉 那么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阿富汗人 但他也不敢回去啊那个 他应该是 现在就不可能 他应该是比较想回去的 因为他还有一些远房的亲戚 包括他的妻子 那个到时候都被塔利班占领了 他回去就晚了 对他就现在就可能 因为我现在我近期没有跟他太多的交流 就我搬了搬了家没有跟他有太 就是没有交流了可以说 然后呢他就他就说的是 他说就他的老 我记得他他他之前跟我说他的妻子 就是在阿富汗还有一些亲戚 然后他的妻子还是蛮想把那些亲戚 就是也就是接到其他国家去 就不一定要是无眼国家 就接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去 至少就是暂时的躲避战乱 然后等到塔利班真的回归主流政治舞台以后 再看就是塔利班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 他们拥有就是对他们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府 然后他们会对未来的阿富汗实施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就是如果政策OK的话 对他他和他的妻子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带着小孩 一起回到这曾经的家乡 曾经热爱过工作过的地方 然后他不太就是他在 因为就是我认识的就仅仅这一个 所以也比较 这个经验蛮丰富的 因为能够认识阿富汗人也蛮难得的 而且他刚好是因为这个关系 然后他去移民 就是政治庇护到加拿大了 那我相信就是他们的这个遭遇 多多少少就是反映了 未来这些当时帮美军工作过的 这些阿富汗的政治难民 他们未来在美国或加拿大 会遇到的这个生活情况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感觉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 其实我不太同意之前 就是这个报社这个记者小姐姐说的 我大部分是非常赞同她说的 但是有一点点我可能不太同意她说的一点 就是她觉得有一些国家或有些地区 比如说台湾也好或者香港也好 或者是可以说加拿大的也好 她觉得这些是移民国家 或者说说难听一点是难营国家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可能是为了避难 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个不太那么 说得上台面的一个身份 但是如果我们就从他们的角度上面来想 他们为什么要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离开 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 他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那么更好生活呢我认为是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呢就是更充沛 就是更风云的物质基础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更愉悦的精神享受 那么我觉得就对于现在中国来说 我不能说大部分了 因为我自己本来来自于一个 就经济不如沿海地区发达的西部的城市 所以呢我不能说就是所有的中国人 现在都有钱了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都可以就是想跑到哪里去生活 想移民哪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只是想说就是就是他们离开 离开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他们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有 或者包括中国人来大部分人 他们都是有这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精神追求的 就他们需要就是不管是说就是他们是对某种文化的喜欢也好 就比如说现在二次元在00后也就是95后 90后之类的这个发现文化的流行也好 或者说有的人他们真的是可以就通读日本的历史呀 然后还有的人他们是真的很喜欢一些就西班牙还有法国的一些文化 就是可能会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他们的语言 你的意思他们都是难民啊 他们不全是难民 对他们都对他们都不全是难民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 刚刚那个记者姐姐他讲的应该是针对香港跟台湾吧 如果是针对香港跟台湾 至少台湾那的确当时49年来的那一批很多 他不是这个原因吗 他是政治因素才来的 对对对我就是我同意他的这部分说法 只是说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就是就他们到了台湾以后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双手 然后取得了不管是在商业上政治上还是在学术领域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建树或有成就之后 他们就有了更好生活就实现了他们这个个人的追求了 那么精神上就是我们不用纠结这个好了 好那我们继续论述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现在的年轻来说 尤其是就是20岁左右年轻人来说 我其实是个人非常建议就是他们用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新的 不管是移民也好也不能叫移民就作为一个一个体验者 或者说一个一个新新新新生活的一个开拓者 他们如果有这个想法或者说他们有这个有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有这个意愿的话 我是非常欢迎他们能够来到中国大陆来进行学习还有深造的 因为我我以我之前的母校为例嘛 我们是开过很多的就是优惠的政策给他们的 比如说你你拿了以后呢你可以就是享受 你可以拿到你可以就是以一个比较高的概率 获得中国政府体或者是北京市 北京市政府或者是学校单方面给你提供的奖学金 而且部分奖学金呢 方便说一下是哪一间吗 学校吗 母校 就就就不说了就是 帮你母校打个广告啊 让台湾人去申请啊 你就就清北吗就这两所了 因为我要是说我是北大的 然后别人就是 北大人就会说哎呀你一个清华的你来冒充我 然后你来给我抹黑 没有关系哪一间就是清华的 你到底是清还是北清华还是北大 这就不说了就是这两所中的一所嘛 因为这两所学校他们针对 因为我感觉有 因为我是自己有那个google scholar的那个page的 如果如果他们就查的再多一些 我感觉会找到 OKOKOK好好好 那没关系就清北啦 清北其中一间 OK差不多 对就其中一间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欢迎台湾 台湾各位朋友去申请清华或北大去念 这个还有什么欢迎 大家抢着去念好不好 不用你欢迎好不好 就多考虑一下中国大陆这边的那个学校了 多考虑一下我们这边的学校 还有我们这边的企业 我们这边的工作岗位 其实如果你是18岁刚刚高中毕业有一点点犹豫啊 对未来怎么样 所以我真的很欢迎他们来就是来这边进行学术交流 哪怕是你就你在台湾本地读了就是已经入学就是已经注册了作为就是研究生好本身好 如果你有这样想法或有这样的时间机会能够申请至少哪怕一年的短期的交流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促进双方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因为我之前就我有认识的学弟 他的父亲是台积电的管理层 然后他就然后呢他就应该是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离以后 然后就他就听从他父亲的一个就是建议嘛 然后就申请了我们这我们学校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念书 然后呢就在我们这边念研究生 然后还有的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个是学WE的 就是我的同学他的学弟然后也是从台湾来的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说呢 不管就是我们不管你是来自于哪里 你是你是支持什么样的政治派系也好 就是我们单单从一个最简单的学术交流的角度上面来说 我们是很欢迎的 然后同时呢我们大陆这边也有很多的留学就是不管是暑期学校也好 就短期的像两三个月的暑期学校 还是长期的就两三年甚至是就是拿学位那样子的项目 也有很多人去到台湾 你在promote promote OK好我知道 那就在在这边就是跟各位台湾的 如果你们有要准备念大学或即将念大学 或甚至在在大学就读中的 欢迎你们考虑去对岸的大学去申请 要不然就是交换学生嘛要不然就是去那边念书直接去这样好不好 欢迎大家去考虑好不好 我考虑一下这个去对岸念书来帮你打这个广告好不好 我觉得也不错啊 那请问一下如果40岁以上的还可以去念清北吗 可以来念MBA呀我们很欢迎的 因为MBA我们就不提供奖学金啦 我们也不提供任何的这个住宝贴啦 我查过了啦那个北大的那个MBA 那个光滑管理学员那学费贵的要死算了算了 对对我我据我了解我听同学说好像是蛮贵的 那个学费差好贵的 我查过了我查过了 对有一点我最后想要对我最后想要有一点点就是实验关系 我最后想要一点点再保命一下就是 就是我不觉得就是欢迎留学生 比如说是不管是来自台湾 就港澳台的同胞也好 还是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泰国的华裔也好 他们来来这边就是我我我就是怎么说呢 我我欢迎他们来 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来了之后会对本土的学生 在就业的竞争力上面造成影响 所以我感觉就有一些就有一小部分人吧 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他们来了以后就是又占我们的校舍 又占我们的公共资源 他们又不纳税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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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大家就是人生的路是自己选的嘛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讲 假设你作为就是你凭本事 然后通过高考的千军万马考上了这些98521的学校 如果你还不能够就是在考试上面好 然后就或者说就是在找工作上面来说 去竞争能够胜得过这些人的 就是这些华侨或者说就是港澳台同胞的话 那么应该思考一下是不是 自己也需要再努力一下呢 就如果他们真的比你优秀的话 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下哦对方身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我去学习的东西 好OK意思就是海龟已经不吃香了好我帮你剪 剪化完了OK好不要只是想海龟好不好 海龟no more海龟no more turtle好不好 好就是sea turtle 因为我马上也是要就是疫情结束以后就要回家上去认教 你海龟也没有吃香 不过你清北吃香了好不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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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吃香 好了那那谢谢你啊 这位多伦多的这位清北的妹妹 谢谢你的call in好不好 欢迎你下次再来call in OK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